這需要帶您持續來關注的 是花蓮地震後續的搜救過程 花蓮消防搜救隊 今天持續在沙卡當 尋找新加坡夫妻 不過途中卻遇到 突然降下大量的落石 甚至有巨石比車子還要大 任務只能中途喊咖 甚至還有隊員 以及搜救犬差點被砸中 另外在中和礦區 也有落石砸中工程車輛 搜救進度被迫斬毀 一顆顆大小不一樣的石塊 從上方急速滾落下來 甚至有跟車子一樣大的巨石 那邊小心 實在好驚險 搜救人員快點找遮蔽處 揚起陣陣沙塵 下一秒 12號上午沙卡當步道 加派兩倍人力進入2.4K 加強搜索 卻沒有新進展 因此部分人馬下午回頭 往0.5K第一大崩壁 邊整理道路邊尋找 但過程中卻遇到落石 因為我們站著的時候 並沒有感受到餘症 但我們安全官有先發現落石 他有吹哨提醒 搜救的同仁 那我們就躲到 比較大的岩石下方做掩蔽 幸好大家都有戴安全帽 也及時避難 但突如其來的落石瑜 部分行動被迫暫緩 我們也是會評估看看 看是否可以再繼續 當然如果我們評估真的 落實太嚴重的話 到時候我們也可能會 看有沒有另外的方式 來做搜索的行動 當下六人先撤回0.5K 另外八人則是在2.2K跟瀑布 繼續勘察 但在中和礦場也有狀況 山上陽起陣陣沙塵 還聽到石塊滾動的紅龍聲響 最後上午中和礦場的重型機具 日記要挺進熱區 但也是因為落石不斷 砸中工程車輛 耽誤到搜救進度 幸好沒有造成人員受傷 但搜救進度稍微延後 不過就在這裡好像有了新進展 上午一宵透過空拍在寧安橋附近 發現的黑色蹤影 以為是衣服褲子 結果是一隻死亡的猴子 因為時間太久才會被誤認 儘管途中狀況不斷 但搜救人員們仍然拼盡全力 TVBS新聞全人高中 吳亚蘭廷花蓮採訪報導 強正也讓花蓮有許多的 紅黃單位樓 有超過1600多戶的災民 頓時沒有地方住 只好先到飯店或香客大樓暫時安置 有間飯店本來只開放到10號 不過現在也延長到15號 讓災民能有更充裕的時間找房子 另外政府也蒐集有意願出租的民宿業者 並且祭出補助方案 希望災民不要流離失所 民宿就算沒了遊客也能夠收人 講到哽咽忍不住落淚 畢竟住了大半輩子的家被貼上紅單黃單 無法居住到底該何去何從 如果大家能夠一人伸出一個元首 我相信花蓮重建就會比較快一點 不會讓大家流離失所 花蓮強正造成許多大樓嚴重受損 遭貼黃單的有36件戶數1153戶 而紅單則是37件533戶 讓許多民眾頓時失去避風港 有些人選擇到親朋好友家住 不過打擾這麼久也不好意思 有些人則是到香客大樓或飯店 為了讓災民安心找房子 有飯店業者提供免費住宿 還延長時間 而仙服也搬出補助 並與民宿配合 會整理願意出租的業者名單 分為三個月以下短期 和三個月以上長期 讓災民租在民宿裡 一時半刻他們真的找不到房間 半年我也是OK 如果他們能說暫時先住住 如果以後找到再來辦 我是說隨時都可以 我的合約是很彈性的 政府也補貼紅單黃單的災民 房屋所有全人兩年 房客一年的補助 實際居住三人 一個月有8000人補助 多一人多兩千人以此類推 到8人以上一萬八千人 縣府寄出補助方案 希望災民不要流離失所 也希望民宿業者少了遊客 也能有一點的收入來源 TVBS新聞圈中群告知紅流婷婷藍婷 花蓮採訪報導 好 至於今天十點不一樣 國際焦點先帶你來關注的是 美日峰會登場 拜登向日本以及菲律賓 兩國領袖保證 美國的防禦承諾堅如鐵甲 拜登也明確地表示 如果菲律賓船隻在南海遇襲 就會啟動雙邊防衛條約 另外CN也獨家登上了 美國B-52轟炸機 從美國直飛中俄以及北韓邊界 直擊巡航任務 從美國路易斯安娜州的 巴克斯戴爾空軍基地起飛 美國空軍的長期數B-52轟炸機 要執行長達33小時的任務 目的地不是別的 就是直奔中國大陸 俄羅斯以及北韓邊界 展現美國的威者力 CN記者獲准 獨家登機 實習這一趟超過兩萬公里的 馬拉松式任務 德國 strongly 服一近七十年 B-52轟炸機 作為核三位一體的議員 最大意義在於動客 因此這一趟防衛性質的戰略巡航 一点都不能低调 就是要让敌国看见 尤其是中国大陆和俄罗斯 事实上在CN记者登机前 北韩才刚进行一次飞弹试射 因此这一回就是要和日韩军机合体军演 一路从俄罗斯东海岸到大陆与北韩附近空域 B-52就像美国与亚太盟友的空防第一线 意思就是日本与南韩若有需要随船随到 而现在还可能多一个国家 在白宫迎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 象征美日韩三方的国防结盟 悉数拜登上任之后 陆续就以小多边的结盟形式拉拢硬态盟友 包含2021年9月成行的 AUKUS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以及重新活络的QUAD四方安全对话 另外还有在去年夏天举行的 美日韩三方大卫营峰会 以及现在的美日非安全结盟 都是美国有意深化在印太区的安全架构 拜登明显剑指北京 尤其最近中飞南海交锋 都快变成例行公事 美洲在南海的空中摩擦也变多 去年10月当B-52在夜间飞过南海时 遭中共阵机拦截 两机相隔三公尺近距离接触 这些都让美国警铃大作 美非开始加强军演密度 包含现在进行中的雷霆对抗 另外还有将登场的肩并肩军演 届时包含日韩澳都将派人参与 而在这些地面行动外 象征美国空中防线的B-52 就肩负重任 必要时B-52可以挂载 最多达7万吨的炸药 从地面的弹药组装到挂载上机 每一环都是战力 不过从今年开始 美国国防部也开始着手生产 要取代B-52的下一代轰炸机 除了是因应现代战力需求 也是因为B-52服役太久 难免会有些小状况 像是在CN记者此行飞行超过19个小时之后 引擎出问题 还有降落时也有小惊喜 虽然还是能顺利降落 证明B-52保刀未老 但未来恐怕也需要新血加入 更新展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再来看中国大陆 我们知道他们的经济全面放款 不过来看看深圳倒是一枝独秀 去年的GDP成长超过6% 主要是高科技产业都集中在深圳这边 像是大陆的电动车龙头比亚迪 以及刚投入电动车开发的华为 都来自深圳 华为最新推出的电动车也已经开始量产交车 在中国大陆卖电动车到底有多竞争 广告里的小异就像苹果Siri智慧语音助手 这是华为鸿蒙智行联盟合作推出的 问界M7电动SUV 华为自己不做硬体 靠自动驾驶和车内智慧系统 闯出一片天 最新发表会上 华为余承东介绍首款电动轿车改版智界S7 还透露已经开始大量交车 而说到大陆电动车必须提龙头比亚迪 新款仰望U9纯电超跑 广告里飙到时速309 比亚迪三月在中国电车市场重返销售第一宝座 背后有来自北京政府至少37亿美元补贴支持 电动车国家队来势汹汹 从中国大陆市占率一目了然 三月日系品牌零售比例年降2.2个百分点 美系品牌一年来也掉了1.8% 而不管比亚迪还是华为 有个共同点都来自广东深圳 广东是我国外贸大省 中国大陆整体经济成长大减慢 深圳2023GDP年增长超过6% 成了少数状况还为迟入的一线城市 现在慢慢起来了 就从之前的一千多票 现在扩展到可能这个礼拜以后 会持续上涨 这一周的话可能会上涨到两至三千票 深圳当经济领投扬 不止电动车和跨境电商成长也有关 按照欧线我们来说 过去的话我们只开通了 由深圳到法国巴黎的这样的一条航线 那到今年的话 我们也基于客户的这样的一个量的一个增加 我们覆盖到了六个国家 那包括比利时德国 而深圳优势之一 还有机器人产业 悠悠我渴了 他在经受到我这个渴了的指令之后 马上就转身去了 他正前方的 现在是一个装了几瓶水的这样的一个冰箱 渴了需要喝水的这个判断 是由悠悠自己做出来的 根据最新白皮书 深圳2023机器人年产值大约台币八千亿 投入企业数大增近两成 在去年11月 深圳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就能看到新型机器人 下潜至水面下350米 采用了全新的电机系统动力强劲 可以稳定对抗深海暗流 对于海上风电 渔业养殖 应急救援等领域的智能化应用 有着极大的作用 但深圳高科技产业发展 也面临阻力 美国商务部这星期 新增六家陆器到出口管制清单 其中一家深圳加斯伯科技 就因为和伊朗无人机有关被纳入 美方犯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这是典型的经济胁迫 和单边主义霸凌情境 西方国家抵制不止商业考量 上市开头提到的电动车 以低价策略大量外销 前英国情报局长警告国安风险 各种限制和疑虑 源自于对中共政府深深的不信任 也替深圳以及大陆整体经济发展 蒙上阴霾 特别新闻综合报道 缅甸军政府跟反抗军爆发内战 现在军政府节节派退 反抗军联盟声称 他们已经攻占缅甸的第三大城米瓦迪 这座城市失守 担心军政府会血腥反攻 当地的居民逃往泰国避难 边境涌入了大量的人潮 是过去的两倍 缅甸军政府直接在大街小巷 开枪扫射 反抗军则发射RPG猛力挥击 从2021年军事政变 推翻缅甸民选政府后 军政府铁腕镇压 和反对派形同爆发内战 缅甸这个国家就一直陷入动荡 尽管如此反抗势力却没有退缩 反而热议壮大 CNN更发现缅甸军政府 在上个月举行的军事阅兵上 现场穿裙子的女兵看起来特别多 这可能被解读 大多男性军人都被派去打仗 从去年10月下旬开始 缅甸三大民族反抗军组织 洛开军国感民族民主同盟军 德安民族解放军和被夺权后 成立的民族团结政府结盟 发动名为1027行动的抗争 让军政府各处处理骚乱 贫于奔命 派军联盟发言人更向CNN表示 近期经过好几次的攻势 在4月10号这天 他们成功攻占缅甸第三大边境城市 米瓦迪的军事基地 只是这场内乱让最无辜的百姓 只能活在贫困的环境中 为了逃离国内战火 米瓦迪的居民西家带眷 有的从陆路 有的华州渡河跨境到泰国避难 根据泰国官方统计 跨境到边境城镇 美索的缅甸人 过去几天从平常每天2000人 暴增到将近4000人 泰国军方也不敢松懈 全副武装加强巡逻 泰国总理赛塔表示 缅甸军政府应该和反抗军 展开和谈 其实赛塔从去年8月上台后 就多方面参与缅甸失误 其中包含向缅甸提供人道物资救援 除了泰国 教宗方继各 和联合国都密切关注缅甸的人道状况 更令人担忧的是 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 缅甸中产阶级锐减50% 如果这场内战再打下去的话 这个一度被认为是东南亚最具有经济前景的国家 经济恐怕就此衰败 TBB的新闻综合报道 其实今天10点不一样精神 我们先来看的是 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全球占有领先地位 主机总处的资料显示 2013年半导体占我国GDP比重不到一成 而2022年则是已经达到16.37% 显示半导体对台湾经济影响与日俱增 也牵动整体的GDP 不过也有专家就示警了 台湾资源被半导体吸走 货币升值工资上涨 却导致的是其他产业丧失出口竞争力 也让经济结构越来越扭曲 出现荷兰病的征兆 结合人工智慧机器人协作组装 能解决劳动力短缺提高生产效率 主要是利用台湾开发的机器人技术 还有模拟技术 搭配德国人工智慧中心的演算法 还有一个西班牙的法人单位 我们共同开发一个组装的演算法 全球最大应用研究机构组织首长年会 首度遗失亚洲 凸显台湾的科技实力 我们过去在半导体 相关科技方面 这样的一种研发的成果 是普获得国际的肯定 我们可以把我们国内的一些AI也好 或者是说半导体也好 乃至于说是电动车 或者是在纺织方面的一些科研的成果 可以来今天做一些展示 AI话题持续延烧 台湾硬体技术占有一席之地 半导体产业在全球供应链 具备一定程度影响力 大家也很对于说 我们台湾过去发展半导体的 一些相关的经验 他希望也能够从中间 大家互相交流学习 2014年开始 半导体占台湾GDP比重突破一成 2014到2019年 在11到12上下徘徊 2020年疫情爆发 居家办公远距教学成常态 电脑远端伺服器需求大增 半导体市场大幅成长 台湾半导体业占GDP比重 在2020年到2022年扶摇直上 一路从13.06% 15.27% 来到16.37% 台湾半导体产业规模越来越大 对台湾以及全球工业链 都扮演关键的地位 但也有学者质疑 台湾的资源都被半导体产业吸走 让其他的产业丧失了出口竞争力 引发台湾产业失衡疑虑 产业发展是好事 但政大金融系教授英乃平认为 台湾半导体发展 恐怕会有荷兰病的疑虑 对此主机总处回应 全球市场有高需求 台湾厂商有高产能 并没有整个产业都编到半导体 除了半导体产业之外 我们在很多其他的领域 也都是有做得不错的厂商 比如说像工具机 我们台湾其实也蛮有竞争力 像运动鞋 脚踏车 甚至螺丝 那只是现在全球的经济情况 有点特别 高通膨高利率的影响之下 每个国家的消费的情况 都还是比较低迷 这个当然就会影响到 我们台湾出口的表现 若格杭各业能平衡发展 就不用担心荷兰病 还有另外一点是 当全球主要国家 都朝半导体发展 台湾市占率将面临衰退可能 学者呼吁政府应该思考对策 很多人现在重点都在台积电 台积电去年总预收是2.1兆 占台湾的GDP9% 比重算是也蛮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变成我们整个经济重心 就挪移到电子业去了 怎么样去保持台湾产业发展的平衡 还有产业发展的弹性 一旦电子业的市场没有那么夯 下一个触动在哪里 趁护国神山效应还没退去前 如何延续科技岛的战略位置 台湾需要为下一个明星产业提前布局 TVBS新闻中的容陈佑祥 王浩宇台北采访报导 再来看随着人口高龄化 其实土地所有权人 也跟着出现老化现象 财政部的资料就统计了去年 地价税纳税人口中 65岁以上占比33% 也是个年龄层中最高者 那么专家认为 因为65岁以上年龄层 属于战后婴儿潮世代 因此他们历经了经济起飞 资产相对容易集中 拥有自己的房子 能有落脚处可以生活 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 需要缴纳的税收种类更多 例如房屋税 地价税 尤其如果地价越高 要缴的税自然也就越多 不过随着人口高龄化 现在土地所有权人 也出现老化现象 根据财政部资料 2023年地价税纳税人口当中 65岁以上占比 已经达到33% 也是个年龄层中最高的 根据国发会的统计观察 就是说2024年 在台湾的老年化人口 大概占比是在20%左右 但是在20年后 大概2045年的时候 台湾的老年人口大概就占比 高到就34%以上 等于说就是每三个人当中 就是有一个人是老人这样子 等于说就是整体的这样的趋势 所以在地价税的年龄上来讲 它也是相对的 根据财政部统计处调查 2023年地价税纳税开征户数 已经来到了864万户 创下历史新高 也比5年前增加7.1% 而其中在65岁以上的 大税人口占比 也比5年前增加5.5% 反观年轻族群 则都出现下滑趋势 29岁以下的地价税纳税人 和5年前相比下滑0.3% 30到49岁的中壮年人口 则减少1%左右 其中50到59岁年龄层 下滑幅度较大 唯一增加的只有65岁以上的人口 台北市纳税人的 整个年龄层的比例 是以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占最多 那是占42.08% 那我们观察到 相较于过去的5年 是有增加了7.21% 从台北市的资料也可以发现 65岁以上的地价税纳税人 人口占比 不只是个年龄层中占比最高 也是唯一逐年增加的 2018年缴纳地价税的 65岁以上人口占34.87% 2020年突破40% 2023年也持续拉高比例 65岁的这个世代 基本上就是所谓的战后婴儿潮 那战后婴儿潮 其实对于全世界 到目前为止 他们的这个消费需求的贡献 其实一直都是名列前茅 不管是在亚洲国家 或者是在欧美国家 战后婴儿潮的这一群人 对于这个消费的需求 其实到目前为止都还是 撑住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中间 毕竟战后婴儿潮也就是1946到1964出生的长辈 因为成长阶段 历经台湾经济起飞 累计资产相对快 因此各年龄层的资产财富 分配不均 形成了世代不均 现在普遍觉得说有世代不均的感觉 那对年轻人来讲就是薪水不高 那可能在房价上又觉得买不起的状态之下 那其实就是年轻人是非常有压力的 那其实就是因为主要也是因为资产 比较集中在比较长辈的那一代的时候 这样子 所以他们可能手上都持有满多的不动产 毕竟这些世代的人会慢慢老去 所以我们也看到在国内的地价税的 这个增幅上面有开始慢慢的往下一个 世代挪的一个状况 毕竟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这个财产的一些相关的规划 也是必定要有一些过户的一个现象 年轻一辈虽然目前没有资产 但未来很有机会透过继承得到资产 完成财富传承 而除了在地价税 有纳税主力高龄化的现象之外 房屋税同样明显 其实在房屋税也有相同的趋势 以112年为例 台北市房屋税的纳税人 在65岁以上的比例占42.82% 相较于5年前 它是增加了8.27% 台北市整个的纳税情形 跟全国的整个统计情形是一致的 都是有偏向高龄化的情形 在房价上涨的状态之下 对于年轻人来说 要拥有土地或房屋 门槛本来就高 因此地价税的缴纳主力趋于高龄化 资产财富掌握在老年人手中 也意味着他们同步牵动着国家的经济 提醒大家放下你的手机吧 现代人工作压力大 不少人觉得休息一下的时候 就是拿起手机滑或者是看电视 因为只要听跟看 但是其实长时间下来 大脑里的思考功能都没有在用 这恐怕会让你久而久之 没有记忆力 越来越衰退 甚至有认知的障碍 多看书是有意义的 不单单让你补充知识 而是可以借由想象力来补充文字所描述的画面 进而用到大脑掌控思考的部分 工作累了休息一下 不少人就是拿起手机或者打开电视 觉得让大脑可以放松 好像看起来让心情可以得到疏压 其实长时间累积下来 会让你的大脑老化 而且记忆力也会越来越差 就是说我们的感官已经被超爆了 就是过量了 那其实你甚至把这些东西停下来 都是一种休息 但是有时候端营 它其实是一再的轰炸 但是轰炸其实就刚刚讲 它是一个注意力的一个粘着 然后也是会消耗 所以你基本上是一直离不开 你注意力一直没办法补充 所以它其实一直不断消耗你注意力 对 所以这种方式 说是一种休息 其实同时也是一种消耗 因为根据研究团队的实验发现 当你在看电视的时候 大脑其实只用到了听跟看的功能 其他部位的血液循环就会降低 尤其思考功能会受到抑制 虽然你是在放松没有错 但是时间一久 大脑皮质的发展就会出现恶化 电视手机让人不用思考 更是现在新一代年轻父母们 视为育儿神器 瞬间让孩子们安静 但是看着看着长期下来 恐怕不仅是小孩 成年人也会出现智力 还有情绪问题 根据研究 我们从20岁到80岁 大脑的重量大约会减少5%到7% 血流量也会减少 你越是不用它 就会造成萎缩 激励减退 甚至是任职障碍 以前说长辈说 那这个年轻人都沉迷网路 沉迷于手机 但现在其实我们长辈也蛮多 很多如果没事的时候都在滑手机 那我觉得这个就代表 他这个媒体本身 就是媒介本身 其实是很强大的 就是并没有真正说年纪之分 当然如果说长辈他有一些其他的活动 比如说体能活动 其实对健康也是蛮重要 对所以如果说几乎没有在外出活动 然后所有的社交什么 都是被一个手机满足的话 事实上有一些本来能够发挥 或是能够维持的能力 事实上是可能会影响 甚至包括体力会下降 因此关掉电视放下手机之外 其实透过训练也能做到 避免记忆力衰退 比方说25克就听起来 很像恶毒嘛对不对 对那62的话就是很像那个牛耳朵 对所以你其实就可以把这两个东西 把它做一个连接 比方说你就可以这样想 恶毒嘛 然后62是牛耳朵 所以恶毒正在拉出那个恶毒的声音 因为他自己会有自己的这个图像的连接 他在发挥他创造力的时候 他就可以很灵活很弹性的去运用 效率会比较快 对那主要是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的大脑会去活用各个不同的区块 他有一部分可以用口诀 但是比较好的概念是要很有系统化 利用图像记忆 数字记忆都是一般锻炼大脑的方式 其实看书也能活化思考逻辑 因为影像你不会去思考刚刚看到的画面 但阅读文字 你就会被迫停下来思考 用想象力来填补文字空隙的画面 那就会运用到大脑主掌的思考地方 或是靠饮食也能增强记忆 一直以来都提倡吃原型食物 卖的饮食也能延缓认知功能的退化 绿色蔬菜可以抗氧化 莓果类水果延缓老化 低脂白肉 就是常听到的Omega 3DHA 都能够有助于大脑运作 但这些还是得靠自己做起 毕竟想放松输压 记得要放下手机 特别新闻 李亚南歇伦台北采访报道 新科技AI的兴起 使得一些工作项目逐渐失为 却促成了新的人力需求 像是ESG企业社会责任 随着金管会明确要求各大公司落实执行 现在样子的人才也需求大增 小组成员踏入会议室 听取专案经理 分配公司这一季的看管理目标 我们今天要召开ESG的会议 不同于许多企业 期盼更多外界绿领人才加入团队 知名电子公司由干部带头 从限职员工培养永续胜利军 在去年我们已经完成了 温室气体盘查ISO14064-1的导入 我们每一个主管跟成员 都会共同参加这个培训 永续发展这个东西 其实是范围蛮广泛 如果你没有相关的ESG的概念的话 其实你会不知道自己在执行些什么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教育训练 是在推广ESG上面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为公司善尽社会责任把关 顺势增加了自身职场价值 当全球政府积极推动 净零排放和友善职场 ESG在人力市场上 拉出更大一波需求 因ESG规范和观念兴起 许多企业陆陆续续在内部 增设了相关的职缺 主要三大类包括永续长 ESG策略师以及探审计师等等 如果每个企业都需要 一到不等的十位人才 那么今年预估的人力需求 也将更胜于以往 跟2022年当时可能只有 2000多笔的工作机会数相比 到了今年2024年 已经成长到将近 6000多笔的工作机会数 所以等于是翻倍成长的 那另外其中成长幅度最高的 就是所谓跟碳管理相关的职缺 像是以2022年的数据来看 当时平均薪资可能是在 38000到42000元之间 但是到了2024年 然后现在已经有突破5万元 这样月薪的门槛出现了 视角放大 国际能源总署预估 在2030年之前 全球将增加1400万个绿色职缺 回到我国国内 按照金管会公布的行动方案 要求2025年开始 实收资本额不到20亿元的 上市柜公司 也都必须编制永续报告书 因此近两年内 将有超过1000家企业 必须招聘合格的绿领人才 不过较高的薪资反映入门 有一定门槛 所以很多企业在任用人才的时候 他们会选择优先录取那些 有相关证兆的人才来使用 那另外可能是你在原本的公司 有接触到相关的工作 那你去新公司应征的时候 可能可以把这个履历拿出来使用 在浪潮之下 绿领人力对雇主来说 已经是一笔不得不投资的人事开销 光两次 然后两岸的一个盘查的 一个教育训练 还有拿到证照 其实这个成本来讲的话 在公司 它其实是一个额外的成本 比如说我的总务工作 它其实基本上来说的话 包含我的垃圾 污染 水电 这些其实我们每年都有一个KPI 目前我们大概是占我们整体人数的15% 都具有这些 就是绿林男才的一个专业职责 而且还是有证照 所以我们每年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集合 还有一个盘查 有去金融的一个趋势下 就是未来公司酬融资 它必须也要去符合ESG的规定和标准 它会是一个门槛 公司ESG的成效 跟内部人才的激励制度 能够去做一个连结 它是可以帮助这家公司 它的人才的留任率 不外乎执行成效 直接影响企业营运 ESG成了企业另类性贫 先求有再求好 因为它是不得不做的事情 所以对公司来说 它是一个成本 它目前都还没有找到 透过ESG来赚钱的机会 那也因为必须去执行 它必须要请人来做 例如要研究法规 来收集数据 我们都在形容它 在做ESG比较像是吞下苦果 还要笑着说甜的状况 因此涌现钢性需求的地方 不止企业 包括外部管理顾问查证单位 法人和学术研究机构 乃至于工部门 使得工作内容除了技术面 商业管理 文书设计和跨单位沟通 都有需求 这也代表着除了文科毕业生 企业既有的人资或后勤单位 都在竞争行列 政策引导下各行各业 试图和环境重修就好 不管风向是不是会转变 对求职者来说 不失为一个全新机会 TVB新闻 罗斯鸿杨清波业甫 看不到 好 今天的话题来看 您听过耳食脱落吗 其实耳食是位在内耳的 椭圆囊内 是一种碳山干结晶 那么耳食脱落的时候 可能会有的症状就是昏厥 耳食脱落经常会发生 在改变头部姿势的时候 像是清晨起床或晚上躺下时 产生的眩晕症状最明显 也有可能会感到天旋地转 若保持头部不动 几秒钟后症状就消失 通常不会超过一分钟 但重复进行相同动作时 眩晕可能会再次发作 有病友可能伴随着 冒冷汗 呕吐等症状 也有可能会感到头晕 和不平衡感 当病人因为头晕来看病的时候 我们要先判断是不是眩晕 眩晕的话 就是天花板会整个旋转这样子 那在判别眩晕的 鉴别诊断的时候 病史询问是最重要的 我们要去询问说 他的眩晕发作的频率 发作的时间长短 还有发作的形态 耳食脱落 早在我们临床上 算蛮常见的一种 眩晕的症状 他是在眩晕众多原因里面 在门诊比较常见的一种 也是在治疗上 预后是算比较好的 耳食脱落 他在我们的病理上面的一个成因 就是他在本来应该固定 在这个地方的耳食 他一旦鲜毛断裂漂浮出来 在我们的半规管里面 在四处飘动的话 那就会造成我们临床上出现这个 会天旋地转这样的症状 耳食脱落症 耗发于40岁到60岁的女性 因为老化造成耳食脱落症 也耗发于运动员警察等等族群 因为外伤撞击等等 造成耳食脱落症 特别就是起床或者是入寝的时候 头部姿势改变 会有5到30秒头晕的症状 半发恶心呕吐等等的情况 人体的平衡是由内耳来负责控制 内耳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构造 叫做耳食 如果这个耳食 他不小心跑到不该跑的位置 就会造成头晕 以耳食脱落的疾病来说 他占眩晕症的发生率高达40% 也就是说10位头晕的患者里面 有将近一半的人属于耳食脱落的疾病 我们人的耳朵最里面的构造 叫做内耳 内耳是一个控制平衡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些肉眼上看不见的 碳酸钙小结晶 我们就叫做耳食 那这个内耳呢 有时候会因为老化 或是头部外伤撞击 导致变成一个比较不稳定的状况 躺起的一个压力累积情绪的一个 压力的一个累积的话 也容易产生会 这一类的眩晕的症状 那我们在观察上 如果说他这个复位回去以后 症状就消失 那这个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一个 耳食脱落的一个患者 那除了会患者感受到天旋地转之外 往往他会让我们的交感 神经过度的兴奋 那这时候他常常会觉得 恶心或呕吐 那手脚会冰冷冒汗 也会心悸 那以这样的疾病来说 如果正确的诊断加治疗 那往往他在一天内 就可以获得有效的改善 所谓的耳食 是耳朵里面的石头 它的位置是在我们的半规管 我们耳朵里面的半规管 半规管是在内耳里面 所以在外耳是看不到的 它里面会有一些 类似像SARS类的 叫做平衡石 平衡石大概是类似这样子 所以它是一团的 所谓的这些耳食 它会慢慢的脱落 累积 会掉落到半规管里面去 耳食脱位的特征 就是病人在头转动的时候 会产生眩晕的情况 那这个眩晕通常 不会持续超过一分钟 如果是超过一分钟以上 那可能就要想想看 是不是其他的诊断 如果是耳鼻喉科医师 他透过一个简单的治疗床 那利用知识性的检查 就可以让患者来判断说 是不是耳食脱落 医师提醒若有头晕症状时 一定要尽快就与检查与诊断 听从医嘱获得最适切的治疗 减少头晕不适 改善生活品质 TVBS新闻张正安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掌声四起 就是我的薪水没涨 走在街上 感觉连呼吸都要花钱 这样谁还敢谈恋爱啊 爱情习题怎么解 快来抄作业 完全省钱恋爱手册 请锁定TVBS42台